吃什麼好呢? 看過吧 吃這些, 適合你 這次就不肥死你? 這麼肥膩? 真棒 先生, 謝謝你成為三千卡路里 這麼多? 你吃的食物全都是高脂肪 差不多了 我不要, 我還給你 不行, 你吃的鹿肚就是你了 那怎麼辦? 怎麼拆走脂肪? 我收到哥頓哥哥 蕭輝勇的委託信 他受到脂肪潛建的問題 這件事很明顯就是… 脂肪潛建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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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走 蕭先生, 你好 是 不如去營靈偵探社 我想問我的脂肪能否擦得好呢 跟社長聊兩句, 好嗎? 好… 這邊… 好… 不放手 蕭先生, 你好 你好, 社長 請坐 聽說你之前受脂肪困擾 情況是怎樣的呢 其實是這樣 我受脂肪困擾了十多年 是 一直都沒辦法將它們拆走 之前是甚麼原因令你覺得我要減榜 其實最主要是健康問題 因為我在2017年7月份 發現我的血壓非常高 上壓是過200 即是隨時有中風 甚至死亡的風險 其實脂肪潛境在香港 真的很普遍 十五歲至84歲中 有一半的人都是過重或肥胖的 如果身體裡有過量的脂肪 就會釋出很多發炎反應細胞因子 這樣會令人容易生病 易榮精湯 出…出動 強 什麼? 你做得到 什麼? 你做得到 聽聞這個駱華夜市很棒 本對人很喜歡來的 食物種類夠多 不過吃還吃就不要吃那麼多 因為有研究說肥胖會傳染 吃什麼?如果身邊的大食物 我也很容易會有機會肥胖 簡單, 我們不是朋友就行了 那我去那邊找吃, 再見 那你走遠一點吧 我們來夜市掃街不僅是為了吃 還要幫大家找出可以回復年輕身形的食物 來夜市當然要找一些吃完也不會肥的東西 我找到了, 鹽水雞 鹽水雞又不是炸雞 還可以自選配料, 看起來挺不錯 就選他吧 這個關東煮看起來清清的油小油 還不是他? 你選這個關東煮看起來真的清清的 不過似乎還有一個更好的選擇 是他, 老美 平常來夜市都會吃不炸不甜 還不是他? 老美是不少人夜市必食之選 因為有菜又有肉, 什麼都可以選 你大吃而已 也不用太盡力, 要選兩款吧 我還要輝廢博士 又給我藉口 Zoey, 你好, 回家 找健康秘級嗎? 對, 我選了老美 裡面有胡思、豆腐皮、白菜 還有鹽水雞, 有木耳、豆干 我這個關東煮夠簡單了 重點是什麼呢? 粟米、蘿蔔和蔬菜卷 多菜和夠清, 對吧 在這三款食物裡 你覺得哪一款吃完比較不會肥? 別問我們了, 先問問大家 究竟關東煮鹽水雞和滷味 哪一款食物是最不肥? 還有可以避免脂肪積墜 讓我給大家提示吧 我們選的關東煮鹽水雞和滷味 就有這些材料, 大家看清楚了 蕭先生, 你平時喜歡掃夜市嗎? 以前很喜歡 現在不是了 現在不喜歡了 但是夜市對女生來說是很吸引的 你看大粥已經吃肥了臉了 沒錯, 如果你喜歡選擇 也可以選擇很健康的食物 你說一下 沒錯, 那天我選了關東煮 因為我覺得關東煮有蘿蔔和蔬菜 比較多, 清一點就不會那麼肥 蕭先生, 你覺得那三款食物 哪一款不太容易肥? 我會選擇鹽水雞 為什麼? 三種食物都有一些不健康的食材 但是總括了製作方法來說 我個人意願會吃鹽水雞 究竟答案是什麼? 我們請出輝輝 哪不是輝輝 我們的專家證人, 輝輝博士 輝博博士, 我想問你 那三款食物, 哪一款不太容易肥? 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會選擇滷味 鹽水雞當然只有雞 如果你看滷味裡面有金針菇 還有蔬菜, 豆腐 我們看回整個成分來看 其實你會發現裡面的蛋褲醇 還有熱量, 鹽水雞是最低的 要考慮其他那些 譬如蛋白質, 炭水化物和脂肪的比例 說真的, 如果在夜市 其實偶爾為之一次 我個人會比較寬容的態度看 我覺得這三種食材, 鹽水比較好 我們吃東西都要很注意卡路里 輝博博士, 其實有沒有食物 是沒有卡路里, 或者是負卡路里的? 坊間有一種叫負卡路里食物 的一種說法, 意思是一種食物 在消化之後, 所消耗的能量 其實比這種食物更多 可以提供給我們身體的能量 譬如炭水化物 其實我們消耗的能量 只需要大概5-10% 油就0-5% 至於蛋白質比較多, 大概20-30% 所以你要發現, 當你吃完這個之後 其實留在身體裡的卡路里 基本上大概95%至70%左右 所以負卡路里食物這種說法不存在 蕭先生, 你現在選擇食物 是否很小心呢? 我以前很喜歡吃垃圾食物 一些加工食物 基本上加工食物 我過去年半已經沒碰過了 其實大概兩年前 我是差不多300磅的 我經過大半年的運動, 減了50磅 沾沾自喜 但除了我自喜之外 沒有人留意到我是瘦了 視覺效果是一樣的 都是水桶一樣的 於是, 我接觸到一個… 其實不是叫做減肥的方法 是一個重啟身體的方法 就叫做蔬果汁斷食 我在60天減了60磅 我剛剛炸了蔬果汁 大家想不想嘗嘗嗎? 想… 蕭先生, 是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嗎? 你們眼前看到的這些蔬果汁 就是我在60天裡的食糧 即是60天都喝這些? 對, 沒錯 我們先嘗嘗, 我們喝紅色 紅色和綠色有分別嗎? 其實分別就在於材料 只是希望在60天裡 吸收不同蔬果的營養而已 很清新的感覺 女士們都比較喜歡紅色 紅色, 對, 香甜 是 檸檬味道 但為什麼有薑呢? 所謂喝這些生冷的食物 都說會虛, 會暈, 覺得是寒涼 加了薑就有這個作用 菲菲博士, 你覺得有沒有效呢? 這些果汁, 以以理論來說 一定是不夠她一日用的 她在兩句裡面這樣做法 不瘦之鬼, 對吧? 一定會瘦的 所以她保持一個適合她現在的體重 和身形所需求的一個圖案 所以她可以繼續這樣維持 但我覺得不一定每個人都能做到 所以如果有些人想學這個方式 但如果她在運動和飲食上不節制 其實未必好你這麼幸運 這個蔬果汁合不合自己喝 也要問專家的意見 所以其實減肥很簡單 小吃多運動 幸好Gordon真的做到這件事 你看到她在兩個月後減肥後 她繼續做運動 除了減食之外 有什麼方法可以阻止脂肪吸收呢? 例如喝濃茶, 譬如葡萊茶 其實油脂的吸收是小腸的一部分 讓一些易脂肪酶作用 然後作用完之後才可以吸收 而喝茶的目的就是想做這件事 因為茶裡的單瘍 可以抑制脂肪酶的活性 也有機會減肥 其實除了喝茶之外 還有很多簡單的運動動作 可以幫助大家笑致 我們請出我們的證人專家Mangie 專家證人 Mangie, 有什麼動作可以減掉脂肪? 很簡單 平時可以坐在這裡、站在這裡 和走路都是停胸收腹 是… 對, 收著腹 Mangie, 請問這個動作 可以鍛鍊到哪裡的肌肉呢? 這個就是收緊了腹 然後我們保持肌肉收緊的狀態 亦可以減少我們的團育積聚 蕭先生, 你平時有多做運動嗎? 基本上我每天都會有運動 我做的運動是包括健身身體 健身的橡筋、啞鈴 掌上壓和跑步 看來這個太簡單了 對, 有沒有比較複雜的? 對 Mangie 我們有些組合式的動作 可以幫助蕭之會更多 不如示範一下 好, 我們首先站在瑜伽墊前面 好, 我們吸氣拉長隻手 然後呼氣慢慢下去, 碰隻 然後慢慢收緊腹部, 走前 手放在旁邊, 像推動一樣下去 整個人下去 然後做一個超人的動作 飛起它 然後呼氣留下來 手放在胸口旁邊 腳趾頂上, 呼氣 收緊腹部, 走到後面 好, 站起來 應該做多少次呢? 來回也可以做十次 然後可以做三至四組 蕭先生, 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原理跟健身房很相似 不過健身房的難度非常高 這個就非常好, 每個人都做到 因為健身房 其實女生很多都不夠力做 是 它不只是用腹部 它會用到很多其他肌肉去幫忙 因為組合式的動作 剛才你會感覺到 其實做一次已經快一點 這個就是我們要消脂的模式 這集一定要有這件事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這件事 好, 你搶了半集了 脂肪僭建案 真的這麼厲害? 如果每天跟著做一分鐘一個月 腰部可以減兩吋? 在說什麼? 網上說, 如果跟著真空修覆法做 可以減肚腩 還有將腰部和腹部的曲線 都可以收到的 這個方法是用鼻子深呼吸 然後慢慢用嘴呼氣 每次呼氣的時候 用力將肺部裡面所有的空氣都排走 然後忍住呼吸至少五秒 再放鬆深呼吸 好, 重複步驟五至十次 這個動作明顯要在空氣做 剛才吃了六碗飯 你這麼多藉口 算了, 看你這麼餵食 但又想減肚腩 一場朋友, 找人幫你攪拌吧 好 其實很多人都會長時間坐在這裡 造成我們下半身的循環比較差 有容易脂肪堆積 加上我們的運動量比較少 就會容易有肚腩 收起來…想不到你的肚腩這麼大 我也很想減肚, 但我不想動 其實我也有些方法可以幫到你的 是嗎? 肚腩容易出現頑固脂肪的部位 縮小脂肪細胞對現代人來說 還沒算夠 最重要是減少脂肪口度 其實除了肚腩之外 大腿和屁股都會有頑固脂肪 可以用針對性處理脂肪的技術去做 這部機器有動能超聲波 以及結合了3D定位 追蹤選擇性破壞脂肪細胞 試想像一下 其實肚腩裡裝著都是脂肪細胞 脂肪細胞選擇性破壞後 數量少了 只不然肚腩就會平復了 肚腩小了, 人不是渺小一點 硬一點 肚腩肚腩是不是真的有分別 是呀 我看見它立即變回美女身材 不過也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有均衡的飲食和運動 才能長久保持健康 否則就像她一樣 她的水筒腰, 給你看看… 我水筒腰? 不是, 水筒腰 我水筒腰, 水筒腰 水筒腰 亭鋒, 雖然你瘦得一盤骨 但你也不用這麼辛苦自己 又有心尊, 又有駕鈴 我要努力消枝 我在這個駕鈴已經設定了訓練模式 是不是很有目標? 社長一定覺得很有毅力 不行, 我要社長都喜歡 我覺得我有毅力 不如讓我先, 剛才叫我去做腰圍 不如一起, 好嗎? 我不可以輸給你 我要努力消枝 堅持 我要努力消枝 想了解自己的脂肪狀況 量一量腰圍就知道了 以一般亞洲成年人的腰圍來計 男士的腰圍超過90厘米 女士的腰圍超過80厘米 就是中央肥胖 看看蕭先生腰圍有多少 82厘米 我和Joey又怎樣呢? 分別是83厘米和66厘米 我們三個都沒有中央肥胖 其實中央肥胖就是腹部有很多脂肪 而脂肪亦有分內臟脂肪和皮下脂肪 如果某種脂肪太多的話 後果可以很嚴重 那怎樣才知道是太多呢? 出去找多點證據 Joey偵探, 這次靠你了 長命不老 你做得到 好, 肥胖的腿勾不滿 你也不肥胖, 我這天有鵝品 冰凍的啤酒, 爽脆 我不是經常喝, 沒那麼容易中招 我好, 你不是真的很好嗎? 其實也不太好, 沒理由選我的 其實脂肪肝不是肥胖才會有的 調查發現肥胖的人有六成都會有脂肪肝 但就算BMI不超過二十五的人 發病率也有兩成 你還覺得與你無關? 我們今天來尋找內臟脂肪之手 福基 脂肪肝 你幹什麼? 人的生殖代謝是會隨著年紀的增長 而減慢, 年紀越大就容易積聚脂肪 你年紀大, 你死定了 不過不是, 你這麼喜歡吃東西 又肥又甜 你隨時的脂肪肝的機會都比我高 我們不要爭辯了, 必須檢查一檢查 來, 掃一下… 掃? 掃 這部肝纖維化掃描器 只要在你的肚腩上掃一下 就可以看到肝臟脂肪含量 和肝纖維化程度 很漂亮, 我準備好了, 掃吧 你幫我把右手放在頭上 我幫你現在拿高一點衣服開始做 我會做大約這些位置 做的時候不通, 好像有些東西搖一搖 你這樣, 汁纖維化會有少許冷 多少個月? 你現在做肝纖, 不會有寶寶 對了, Edmond騙我 經常帶我吃甜食 他們隔幾十秒就會有毒地打下來 他們不是隔山、隔牛 他打右邊、左邊的感覺 對, 他靠一些震動 打一個肝纖維化 真的嗎? 對 Joey, 你做過檢查也有這麼多話 好像我這樣靜靜地不行嗎? 分報告出來了 我竟然是這樣嗎? 我的份是… 其實, 報告是怎麼看的? 誰知道, 問醫生這些東西 其實我和Edmond都挺合理 大家又覺得我們誰有機會有脂肪肝呢? 蕭先生, 你有沒有脂肪肝呢? 在我進行蔬果汁斷食之前 我透過電子榜 檢查到內臟脂肪是非常高的 但是透過那六十天的蔬果汁斷食之後 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 沒有這個問題了 很厲害 你覺得Edmond和Joey的脂肪肝測試結果是怎樣 我要問一些問題 我想問你們兩位的飲食習慣是怎樣的 其實每個星期 我無論如何都會抽少許時間去做運動 我為了做運動, 只是吃而已 好, 做運動現在多吃一點 沒錯 但你吃什麼呢? 可能肉質比較多 雙早來說, 可能是少的 而且時間不太頂張 吃不頂張, 好 我對自己的身體很好 我肚餓就吃, 身邊有什麼就吃 因為吃得是福 沒有特別介口嗎? 沒有 我猜指數比較高的可能是Edmond 看看答案是否正確 特務, 報告出了 我們哪個有脂肪肝 Joey的報告, 脂肪值是230 代表脂肪含量少得吃 我們算是正常的 平常也多做運動, 是嗎? 對, 多做運動 保持維持身形 Edmond, 你的數值 脂肪值是244 脂肪含量大概是一成左右 我們算是正常和輕度脂肪肝的邊緣 反斜一邊 平常有什麼氣水嗎? 甜食比較多 可能吃飯, 職務定時 不過幸好兩個肝臟的硬度 都正常, 即是沒有纖維化的情況出現 醫生, 那個數值去到多少 才有脂肪肝呢? 如果高於248 我們就叫做輕度脂肪肝 你只差一點而已 有什麼方法可以再減輕數字? 在這個情況 我建議健康飲食, 少一點酒精 不要多喝汽水, 還有多做運動 控制體重 汽水是因為糖分, 還是因為凍食物? 當然是糖分 喝飲食的溫度跟他對身體影響 沒有大關係 他的糖分令我好像很蠢 Edmond偵探的脂肪肝真的要搞他 放心, 我會努力捉運動 他有幾個數值, 達到三十多、四百多 你說什麼… 為了他們的健康著想 叫專家訂出來 都說你不記得人名 寫張…胡, 胡醫生 乖了 胡醫生, 如果有脂肪肝 有什麼方法去補救呢? 脂肪肝, 即是吃太多熱量 糖分的時候 就存在肝臟裡等容 但除了太多脂肪 原來會有脂肪性肝炎 會有發糖尿病之外 肝臟有機會變成纖維化 如果嚴重的, 還可能變成肝硬化 要補救就要在及早診斷 和針對治療 在變纖維化和硬化之前 去對症下藥 才可以有機會逆轉 那內臟脂肪和皮下脂肪 分別對人的影響和作用是什麼呢? 當你吃太多的時候 就會存在身體上 其實你控制不到是存在皮下 還是內臟 脂肪是累積在皮下 可能身形像啤梨一樣 臀部、大腿那些比較多 那些就沒什麼大問題 除了令你體力比較肥 但如果存在內臟 原來令體力圓滷得像蘋果一樣 就叫做中央肥胖 會擾亂你的新陳代謝 會誘發異島素阻礦性 會增加糖尿病 和血管發炎的機會 會增加心臟病的機會 身形像蘋果一樣 和啤梨一樣 就這樣目測的其實也不太準確 最準確是可以考慮成纖維化素描 這就準確量度到肝臟脂肪含量之外 還可以看有沒有出現纖維化 庫社長 祖兒偵探, 叫哥爺偵探我們來 是的, 社長, 我來叫你 是 你們兩個馬上推出有沒有脂肪肝 好 這宗脂肪潛建案 應該可以結封了 謝謝蕭先生 謝謝 希望可以幫到你 下一集繼續跟大家破解 超強大人的 YES 謝謝你們幫我拆解脂肪問題 你的腹肌很鋪 你的素材也很性感 假的 真的假的, 你很棒 阿姨 黃庭峰就像一副臥機 宇文軒有很多工作, 經常去表演 爽了嗎?我不是經常喝嗎? 真棒, 其實也不太甜